嘿大家好我是SIMO 嘿大家好我是熊浩 那很多人大概在玩猴子的時候都會發現 這個扣籃好像很容易被蓋下來 上去10球20球被蓋下來 經過上一次把格扣改得亂七八糟變快 很多人都受不了 受不了就是受不了 你在那邊哦哦哦哦 官方聽到了直接改回來 那好像連這個跳扣都改慢 所以今天我要來教大家 在這個高端場跳扣這些東西 扣籃已經是這個很容易被針對的 大家都在等你送幸福吧 那個已經是幸福來敲門的一個技能了 但是我還是要告訴大家你必須會 你必須讓對手知道你有這個跳扣的能力 手就算會被蓋下來 會被蓋下來你也要跳一球 就算球權會送球權是什麼 球權會送走你還是要跳一球 你要讓對方知道啊 你是一隻tiger好不好 love不發威 雷東歐北貓 我們面對到的是一個三大陣容 三大陣容 你可以看到第一球花琴想要拔起來出手 那是單數球又被干擾 所以不盡的機率非常非常之高 肯定掉出來 那光頭這邊也想要嘗試一球也是 第一球單數球 然後呢又是這個干擾球 那這邊是我一個爆船嚴重失誤 那這個時候你可以看到我左右兩邊跳 因為我怕對手啊 隊友守不住 哇那這邊我來幫忙 還是沒守到被空位出手 先拿下兩分有點尷尬 我這邊呢就跟隊友說換防 因為我守櫻木的話 他的側頭我比較跟得到 來大家有看過大海嘯的遊戲嗎 沒看過呢我們來再看一次 這邊魚住上去啊 這個瓢鏡你看到我還是一樣先跳步了一下 那這個瓢鏡非常好用 投進之後直接帥氣回頭走掉 有沒有看到 Nick Young 因為這個一般上籃 他的時間點真的是比較晚晚很多啊 對方三大陣容呢比較容易被摸掉球 像這樣在路徑上呢試著去摸球 好這邊的話我用一個跳步擋住對手 然後呢阿姆找到一個空檔 我也找到他 I will find you and I will kill 好太血性了算了 好那這邊花行接球做一個假動作 這時候我以為櫻木要catch a shoe 就有他一個側頭 不過還好啊有跟上啊 至少不是讓他空位出手 但他那是雙數球啊 所以進的機率呢也偏高一點 好那這一球我先站好位子 魚住自己來DIY 對方完全沒想到 其實有想到啊 只是沒蓋下來而已 好我們來看一下下一球 對方如何進攻 花行那邊有位置嗎 沒有還好阿姆即時跟到 那這邊一個擋拆光頭剛出手 很有可能我會抓不到 哇這一球漂亮 但是很可惜櫻木已經開了寶石界衝過去 那光頭這一個雙數球還是空位出手 直接命中 這場節奏其實打得蠻快啦 才過三分鐘已經6比6 這邊阿姆大心臟直接拔起來 受到干擾還是頂頭頂進了 那大家有沒有注意到 這也是阿姆的雙數球 花行傳球給光頭光頭自不量力啊 想要挑戰我們家的魚座 直接被刪下來沒收了這一球 那我們來注意一下 這一個play呢 我們打的是一個無形的默契 跟隊友這個單排隊友的默契 這邊呢我走進來然後再分球給阿姆 來大家看一下剛剛發生什麼事情 我走到假裝可以隔扣地方 櫻木直接衝進來 想說我要隔扣 他想要蓋我 結果反而漏掉了阿姆 阿姆找到了空檔 我又找到他 I found you I will give you a ball 好那這邊花行拿到球之後 直接問魚座 你卡住 你卡住 有這麼軟Q嗎 沒有阿魚座的腳 直接拐了一下 玻璃腳 可惜阿這一球呢 被花行給投進 那正所謂 國小老師教你的 所謂理善往來 別人問你 你卡住 有這麼軟Q的時候 你就要訪問他 來看一下我這邊一個假動作 你看喔 我特地走到裡面 然後呢再往外跳 這邊呢運氣很好 光頭拔鬥 後面的花行要跟上 不可能的事 我已經不是用一般的這個 接球後側了 我是直接跳到後面 我跟你們講有什麼好處 因為接球後側 你必須出手 但是呢你用跳步跳到後面 你看到對方跟上 你可以選擇不出手 所以呢這就是我覺得 跳步直接投籃的好處 好那下一球的話 其實我心裡有個打算 我想要嘗試著跳扣 那果然呢被抓到 現在真的是人人都會蓋跳扣的時代阿 身為中鋒不會蓋 你叔叔就在問你什麼時候結婚了 有沒有看到對方這一球蓋得很漂亮 我們再看一次喔 看一次對方起跳的節奏 來這邊呢阿牧這邊跳之後 光頭呢硬式的 在花行之後才跳起來 不過運氣好我撿到這一球 我身上還有大招 剩下三秒鐘綽綽有餘啊 Thank you very much 剛剛那一球呢花行的時間點 跳得非常接近 但是他的位置站得太中間了 所以就算跳到也蓋不到 哇這邊呢沒跟到光頭的這一球 有點尷尬 想要再試投一球 又干擾到籃板 終於被魚住拿下來 漂亮 我們現在要領先三個球權的機會了 那我剛剛是跳扣被蓋下來 我這邊想說試著跳慢扣 結果後面已經有一坨人在等我 我們再看一次喔 這一球的話 光頭跳的是我跳扣的地方 花行跳的是我慢扣的地方 所以呢他們這個默契還算不錯 還好了我又把這一球白嫖回來啦 只能說阿對方的傳控比較低阿 好這邊分球之後 哎呦魚住這邊想要爭灌被蓋下來 還好帝王速投來了 比分呢還是被拉開到了三個球權 那現在呢就安息英雅許多了 好這一球可以看到阿牧伸出他的田豬手 漂亮奪到這一球 然後我把球傳給魚住之後這一次 你又以為我要進去了嗎 沒錯喔我又拉出來了 那看一下我這一次的站位喔 你可以看我站在一個很曖昧的地方 結果光頭往後側他以為我要跳扣進去 我直接跳出來了 我又跳出來了 哈哈打我阿笨蛋 好那麼這一球的話光頭突然間拔起來 想到阿嬤的話我想說發生什麼事 原來是櫻木有個大招 那阿牧呢從後面想要一個帝王追鍋 可惜追不下來 不過也沒關係啊 現在比分呢還有著唐大的領先優勢 OKOK 好這邊不信邪還是在嘗試一次慢扣 不過呢可以看一下我這一次的慢扣是 抖動型慢扣有沒有看到 我尿急抖了一下 拆進去阿對方措手不及阿 他如果是直接想要蓋我慢扣的那個點的話 是會蓋快的 所以我就躲了一下才進去 好那這邊再分球給光頭 欸騙我一個跳阿 那這一球花醒會進攻嗎 不會再傳給光頭我再跟上 這邊再繼續分球 不知道誰要進攻最尷尬 那魚住這一球抓得漂亮 抓得精準阿 來看一下我下一次的進攻 我直接一個順途 然後一般上籃掠過了所有人 順利再拿下兩分 可以看到我這一場的進攻模式阿 基本上阿只有那一招跳步 投籃是重複過的阿 其他呢都一直在變換 連這個慢扣都使用這個抖動慢扣 好這一球很可惜阿沒有抓到 我們家的魚住想說阿想要蓋他這個二段 看一下時間剩下最後的五十幾秒 我這邊想說要騙一下對方 結果他們沒有起挑阿 那我想說算了 本來想做一個左手隔扣 但不想賭 可是我們領先那麼多 扣下去其實也沒關係阿 我現在生到一個大招 那這一球的話我直接偷走魚住的大招阿 母后已俗阿 花行這個大招開起來 那這個時刻我是跳蚤 我是跳蚤我應該他舉到手 然後再過0.1秒到0.2秒中間的時候起跳 這個位置會比較好 那我現在是有大招的 那我這一次決定使出 跳步扣測投籃 龍吐軍 現在的比分呢來到了26比16 那我個人是拿了16分 而且身上有個大招 那這一球又被我抓到了 當時櫻木就那個阿 灌人老師就說阿 幹靠北 差點又被你偷一個大招阿 他本來想開大招的 那這個帝王分球分的不錯 分的不錯 地方沒蓋到漂亮 他可能阿 這阿牧想要去騙櫻木的奇蹟蓋帽 我拿這一球光頭拔起來 宇宙打垮他們第五個主攻阿 來這個嫖技朗我也很喜歡用 我們再看一次阿 這邊我有一個順圖 圖到了一個可以開大招的地方 對方以為我要開大救命阿 趕快到籃下準備蓋我 喬喬 殊不知阿被我得手 你退我就投 你站在我身邊 我就開大 阿哈 決定權在我身上阿 他剛剛順利又蓋到一個跳投 這一球魚住第六個火鍋 哇火鍋大俠 被光頭灌進去 不過呢已經毫無懸念了 這場比賽差不多就到如此了 希望大家的猴子呢可以玩得 但是我也是蠻怕的 這邊的話你可以看阿 我本來阿想說 換阿騙了一下 但是發現時間來不及 不然通常我跟你講 這一招也是可以 你呢可以 先站那邊起跳 然後看對方有沒有跳 欸如果有跳 那你就開大招 如果呢沒跳呢 那 你就再做一次假動作 做到對方跳為止 因為通常阿我跟你講 這個這一part 你要出手 你看到對方後退 你就要直接出手 如果你沒出手 做假動作 你就要做到底 然後開大招 懂嗎 這個小技巧分享給大家 那麼下部影片見